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平安 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40章31节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因展示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感谢神帅 我不知道大家今天留意没有 今天讲到的题目非常有意思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那么请万牧师 上个礼拜,这个沈牧师讲到的时候 他用了一个武侠电影里面的内容 就是《夜问》里面的内容 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所以我就临时起意说 有两首歌 这个两首歌都可以代表 这个一般普罗大众,云云众生的心声 一个叫《我是只小小鸟》 一个叫《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我就私下问了一下弟兄姐妹的意见 没想到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要选这个题目 我很宠,可是我很温柔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大家的这个 这个都很谦卑 或者在讲的不好听,可能有点自卑 我不想知道 那我既然大家都希望能够讲这个题目 所以我就决定讲这个题目 好,那这个题目呢 其实这首歌,我们大概都知道 这首歌,它是在二十年前 由台湾一个歌手叫赵船唱的 那一开始赵船唱这首歌的时候 有点抗拒 你知道他为什么抗拒吗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那么丑 他不是说他觉得他很丑 他觉得他没有那么丑 那可是没有想到 他一唱出来就好了 那么这是1987年的歌 那么离现在再过一年就满什么 三十年 没有想到这首歌 将近三十年前出来 到现在我还常常听得到 我从来没有唱过 可是好像很多场合都可以听得到 可是今天为了讲这篇道 我这礼拜加了两班 把这个歌练了一下 那不过这首歌 因为它配合着动人的旋律 融入了大众的心灵深处 那么我们基督徒也在云云众生中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题目 那带我们看一下这个歌词 每一个晚上在梦的旷野 我是骄傲的巨人 每一个早晨在雨失尽之前 却发现自己活在地道边缘 在钢筋随你的重林里 在呼来换去的深压里 计算这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我很糟 我很糟 可是我很温柔 外表冷漠 内心狂热 那就是我 我很糟 可是我用音乐的啤酒 一点卑微 一点懦弱 一点懦弱 可是从不退缩 每一个早晨在都市的边缘 我是孤单的假面 每一个晚上在音乐的光源 却变成狂热时候的巨人 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 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 发射出生活和自我的尊严 我很糟 好 我们就不唱 光我在唱很丑你们都不丑 好 那么这首歌 为什么会红 我刚刚讲了 因为它说中了人心里的深处 那么所以它就确实是 是有它的这个价值 这首诗 我们看了个歌词 梦想与现实的反差 所以我们常常说你在做梦 那人到底该不该有梦想的 在浴室禁止前发现自己活在剃刀边缘 剃刀边缘什么意思 我们在剃胡刀的时候 在剃胡刀的时候 尤其是新的剃胡刀 大家我想弟兄都有这种经验 一开始用都很紧张有没有 一不小心皮就刮破了 所以用剃胡刀的时候 你就发觉怎么样 你很紧张 而且什么 一不小心就会伤害 受到伤害 所以呢 晚上 是骄傲的巨人 可是到了白天 一开始要上班之前 就觉得自己怎么样 其实生活怎么样 非常紧张 而且容易受到伤害 那么所以 梦想跟现实之间有反差 这个反差 所以有人常常 因为反差有没有说 你在做梦 那么在做梦 可是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时候 被人家说你在做梦的时候 就觉得 这句话不大好听 后来大了以后 才发觉 做梦并不是件坏事 尤其这个 那时候我们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觉得 最富强康乐的国家 是哪个国家 美国 就美国人说 应该有梦 叫做美国梦 有没有 美国梦 所以这个 这个连那个 连那个人权主义者 金恩博士 他的最有名的那篇演讲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 有没有一个梦 所以梦并不是什么不好 人该不该有梦呢 那么其实 雅各 约瑟 保罗 他们都做过梦 所以说 人可以有梦 那么可是 我刚刚讲的这些人 他们是 上帝的儿女 所以他们 有梦想 可是这个梦想呢 不是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所以呢 人 如果有梦想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可是 只是不要有幻想 那么 这个作者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作者 是台湾的一个现代诗人 叫做李格蒂 是一个女的 是一个女的 他专门 他专门 现代诗当初在台湾 这个发展的时候 他是特别 反映 台湾社会的 一些现象 心理 有点像 现在大陆的一个歌手 叫汪峰 有点是这样子 那么李格蒂就是 专门把这样子的 普遍的心声 把它反映出来 而作曲的 作曲的 作曲的 我哼唱 这种旋律 作曲是谁 这个基督徒的音乐人 叫黄韵玲 她是台湾 基督教长老会的一位姐妹 那么她 她作曲做很多年了 她有时候 她也主持一些 基督教的音乐的节目 那么 这个歌词 配上这个作曲 那么我为什么 在这几天在家里要唱呢 因为我要讲这个题目 我得去亲自去怎么样 感觉一下 感觉一下 因为这首歌不适合帅哥唱 只适合年老的人 或者说是自己觉得不大帅的人唱 然后马上进入现实 钢筋水泥的丛林里 在忽来换去的生涯里 谁被忽来换去啊 自己 被忽来换去啊 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梦想跟现实之间的差距 你远不远啊 其实蛮远 其实蛮远的 在工业 我们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 我只是个什么 小人物 其实我们很清楚 我们只是个小人物而已 所以他后面就讲说 我很丑 可是我很温柔 然后后面的反应是什么 外表冷漠 内心狂热 那就是外表冷漠 内心狂热 现在我们把它浓缩变成外冷什么 内热 外冷内热 就表示这个人怎么样 外表低调 对不对 其实他里面还是要热 只不过是慢热 知道吗 慢热 热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就会被怎么样 引爆 会引爆 会 外表冷漠 其实是一种至尊的维护 是一种自我保护 也没什么不可以 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 这样子的时候 然后第二句 我很丑 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 一点卑微 一点懦弱 可是从不退缩 因为外表冷漠 外冷 所以看起来会有一点卑微 和什么懦弱 内向 然后这个冷漠 其实是里面可能有点卑微 或者一点懦弱 可是 它里面有内热 而这个内热的话 怎么样 就会使自己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 退缩 因为我里面那个热镜还在 所以我不退缩 所以这两句 它其实是相对的 我们再看后面的题目 每一个早晨 在都市的边缘 我是孤独的假面 从上班前开始 戴着假面具 不敢真心与人交心 所以难免是孤独的 各位 我们想想看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现在 你在上班之前 可能还是你自己 在那上了班之后 然后好像许多人 不知不觉 就戴上一个什么 面具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有没有 不是很容易真心的交换 除非有特别 谈得来的朋友 你可以真心 有些交流 可以交心 所以我们难免是怎么样 孤独的 所以我们去工作的场合 讲究的是竞争 在工作的场合 有时候 尤其现在工业社会 都是讲竞争 所以我们在工作的场合里面 难免是孤独的 可是回到家里 每一个晚上 有音乐 在音乐的旷野里面 就可以怎么样 变成狂热 嘶吼的巨人 所以为什么摇滚乐 这样子的唱心 为什么 因为摇滚乐 让你怎么样 可以嘶吼 把里面的那种郁闷 可以把它唱出来 唱出来 那么这个是我年轻时候干的事 我也是很久不唱 这个摇滚乐了 把爆发出来 那么 然后 不但自己唱 而且还幻想 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 你知道吗 在台湾 有一个行业声音 有一段时间 非常心慌 是什么声音知道吗 卡拉OK 为什么 卡拉OK里面 所有要幻想的人 都在里面 什么大唱特唱 管你爱听不开听 你不爱听我 我弄个包箱 我在包箱里面 我自己唱歌 我自己听 有没有 哇唱的哇唱 那实在没有钱的人 也没关系 他拿一个机器在外面 唱一个歌 头一块 也可以唱 照样怎么样 照样这个 也轰轰火火 很多人在那边围观 那么 其实这是一种 内在心声的反应 所以说 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 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 那另一面是什么 是自己觉得 没有发挥的那一面 那么这一面 那么我在这个方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虚幻 虚拟的大舞台上 展现出我的尊严 或者在讲难题 展现出一点 活下去的尊严 因为我们太多时候 看到那些人 光鲜亮丽的人 跟我们之间的距离怎么样 太远太远 所以我们有这样 所以一般小人物 会有这样子的表现 自我安慰 很好 自我感觉良好 也很好 这个也没什么不可以 只要你不去伤害别人 那么 当然 作为基督徒来讲的话 我们需要一点修正 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 需要的修正 可是一般人 自我安慰 自我感觉 这个是很自然的 这也没什么 特别不可以的 好 我们看下一个 后面说我很丑 可是我很温柔 白天暗淡 夜晚不朽 为什么 白天 因为太多精英 太多社会精英 我们在那边 就觉得一点都没有突出 是不是 可是晚上 刚刚讲了 晚上回到家以后 拿起麦克风 有音乐 在这种情况下说 幻想自己成为巨人 所以夜晚不朽 那就是我 所以承认自己 在被人看得见的白天 和看不见的夜晚之间 存在着暗淡 跟不朽之间的反差 而这个反差也很大 然后最后 我很丑 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 有时激昂 有时低手 是情绪的怎么样 起伏 激昂 然后 完了以后 也不过就是自我安慰一下 然后又怎么样 又低手 然后 可是呢 这个人呢 他前面讲了什么样 从不退缩 这边讲什么 善于等候 各位 这八个字不是简单的 从不退缩 第二个 善于等候 今天我们有多少人 善于等候啊 等着等着怎么不耐烦了 对不对 等着等着就不愿意再等了 对不对 可善于等候 好 所以在音乐 在唱这首歌 并不是他们都很丑 为什么大家都要 很多人都要请万牧师 讲这个题目 我想这些人也不是真的很丑 你要真说他很丑 他就生气啊 为什么 因为人永远都会发现 比自己更美 或者更优秀的人 对不对 就算你觉得自己还不错 你也会觉得 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somebody 有时候到了一个场合变成什么 nobody somebody是个人物 nobody是什么样 是人物都不 什么都不算 所以你一直在这个里面 所以你永远有这个条件 比自己好的人 我前几天看了一篇见证 讲到说 在国内有一个90后的一个女孩子 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 90后的女孩 她初中的时候 她突然就开始暧昧了 可她觉得自己都没有别人好看 她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 不惹人注目的 这么小的一个小人物 她有点自暴自弃 后来呢 她的这个阿姨呢 是基督徒 阿姨代理她信主 信主了之后 然后她就觉得说 对啊我既然信主了 然后我的人生 主耶稣给我目标 阿姨就辅导她说 你现在作为一个学生 你想想看 你将来能够为主做什么 你现在要好好的充实自己 所以你好好读书 她找到一个目标了 我读书是为了怎么样 荣耀我的主耶稣 所以她非常认真的读书 一下成绩好了 她就承认说 我成绩一下子怎么样 就往上窜 窜到一个地步以后 我就发觉 我旁边就有些人怎么样 会来跟着我了 然后她自己承认 马上心就开始怎么样 骄傲起来了 你们漂亮 漂亮有什么用 不会读书 绣花枕头 你看我呢 我的功课好 我成绩好 对不对 有一个 有一个让我们觉得有点不大 就是我们不大愿意承认的事实 真的是如此 就是说 起码从我从小到大 我在我在学校里面看到 成绩好的这些女学生 几乎都是相貌平平的 那么相貌又漂亮成绩又好的 有没有有 比较少 绝大部分怎么样 都是相貌平平的 相貌平平的 所以呢 在这方面呢 就是我要在这方面突出 因为我不甘愿自己变成非常非常频繁 然后这个90后的女孩 她初中非常成绩非常非常好 然后她也非常非常高分 考上了什么 重点高中 进了重点高中之后 她才发觉 原来她又变成了什么 Nobody 都是优秀的 都是进来的 都很强的 都很强 然后她又开始失落 失落之后 然后感谢上帝 她又被上帝恢复了 恢复以后 她继续认真心努力 没有办法冲到第一名了 可是也冲到前面了 前面 前面的这个部分 在前面部分 然后就准备要去大学了 各位 进了重点大学以后 怎么 然后又会发觉自己是什么 Nobody 所以你一直在Nobody的时候 假如你不是基督徒的话 你不是基督徒的话 你的目标就失落了 你很多就没有了 所以感谢上帝 这个90后的女孩呢 幸亏她信了主 然后她每次遇到这样低潮的时候 还有再次起来 所以呢 我们在梦想之中的时候 我们的领域很宽广 我们有这样子 可是没有想到过一段时间 我们的梦想达到了以后 你发觉 前面那个梦想 只是一个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还有第二阶段的梦想 所以到第二阶段的梦想的时候 你又变成一个Nobody 所以在现实里的时候 你发觉 你永远是小人物 你在某个地方是大人物 然后到下个阶段 你又变成小人物 我告诉各位 你们今天能够移民出来的 都是国内的精英 可是你移民出来之后 发现比你强 比你能干 比你有钱 比你聪明的人 多还是少 多 可是你回到你那个乡下去 回到农村里 哎呀真了不起啊 你都移民到澳大利亚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实际的现象 这是实际的现象 在现实里我们只是小人物 我们看看圣经里面记载 圣经里记载 这一个人 摩西生下来 最俊美非凡 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 他被丢弃的时候 法老的女儿 拾了去养回自己的儿子 摩西学了 我们二十二节一起读一杯 来 摩西学了埃及人 一切的学问 说话 行事 都有才 又长得怎么样 俊美 然后又有学问 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你说埃及人一切学问 有什么了不起 各位 你是现在看 现在看埃及可能不怎么样 摩西那个年代 你现在怎么样 三千五百年之前 那个时候埃及是不得了的 埃及的学问 是在整个全世界排名 都是排名在非常前面的 埃及人在那个时代 盖的这个金字塔 我们现代人还不会盖 埃及人的金字塔里面 保存那个木乃伊的那个技术 我们现在还没搞懂 所以学进了一切埃及人学问 他觉得他应该是个somebody 但从小他也知道他的身份 因为他被这个埃及公主这个收养了 然后埃及公主啊 这个小孩子收养的时候要奶水啊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在尼罗河边 发现他的时候 旁边马上跑出一个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 其实就是摩西的姐姐 就故意在那边混来混来去 然后这个公主就说 哎呀这个小baby啊 这个我到哪里去 这个这个这个找一个这个这个乳娘啊 那么这个我认识我认识 他就把摩西的妈 他自己的妈妈找来来喂这个摩西 所以这个啊这个这个摩西啊 这个他们家真是啊 这个一切的教育费啊 一切的这个服务费和皇宫出的 可是母奶还是自己妈妈喂的 你说这真是很奇妙的事情 他所以摩西从小也知道自己的身份 所以摩西四十岁出来的时候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才 俊美又有学问又有本事又有武功 你刚刚看那个 刚刚看这个部分有没有 他是个将军 那么然后呢 他发觉他的百姓在受苦 他有雄心壮志 我要拯救我的同胞 我要让我的同胞 不要再继续这样受苦 所以他认为他是somebody 有一次他看到他的同胞 以色列同胞 啊啊 两个人在打架 一个欺负另外一个 我们都是同胞 欺负他干什么 那个人我要你管 把他推开 啊 怎么样啊 我要你管 为什么前一天的事情已经爆发了 法老王还不知道 可是他同胞已经知道了 因为有一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 他去三拳两脚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 然后把他埋起来 可是没想到这个同胞回去告诉别人了 这一告诉别人 所以以色列的社区都知道了 当第二天他碰到两个以色列人在打架的时候 说你干嘛要欺负我们都是同胞 我需要你管吗 你要打我吗 像你打昨天那个人一样吗 然后摩西知道这个事情东窗 事发 然后 然后这个事情东窗事发 当然没有多久法老王也知道了 法老王知道以后 就要怎么样 杀摩西 法老王早就想杀摩西了知道吗 这是公主所收养的一个baby 要跟我抢王位 他又这么有本事有才能 现在终于知道他就是以色列人 而且他杀了埃及人 这是真是太好的一个机会 要除掉他 所以呢 第二天我们看 下一秒 那人说随地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难道你要杀我 像杀了埃及人吗 摩西便惧怕说 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 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 但摩西躲避法老 逃亡米垫地居住 米垫呢 离埃及很远很远的地方 埃及的自然力量都达不到的地方 他跑那么远 跑那么远 然后干什么 跑到那么远 然后到那边休息了一下 看到有一个这个 年轻女孩在那边打水 有一群牧羊人 来欺负那个女孩 我们来打水 然后摩西上去 武功很强 把那些人一个人 把那些人都打走了 然后那个女的 后来就带摩西见了他父亲 他父亲 他就在他父亲那边放羊 放了一段时间以后 觉得他羊放的还不错 所以就把女儿嫁给他 所以他就在那边 一住住了多久啊 四十年 一住住了四十年 各位 这一住住四十年 容不容易啊 太难了 一天到晚 这个目这个羊 摩西是非常有才干 四十年 使徒行在里面讲说 他说话 行事 都有什么 才能 不是光会做事 说话 那那也是怎么样啊 也是 直地坑坑有生啊 而且仪表非凡 说起话来 非常有煽动力 有影响力的 是这样的一个人 可是 他面对着那些羊群四十年 后来话都不会说了 他跟羊 他总不会说 对着羊说话嘛 对不对 中国人有句话叫 对牛什么 叹气 对羊说话 他只能学着羊说 他会讲一些话 是羊听得懂的 喵喵喵 喵 他只会这个 那么 然后呢 这就是 他待了四十年 四十年在埃及 吃香的 喝辣的 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训练 四十年 只有牧羊 你可以想 他变成 nobody都不如了 到这样的地步 到这样的地步 好 我们来看 这边讲到 外表冷漠 内心狂热 我们刚刚讲过了 难免会有什么 卑微与懦弱 然后呢 内心孤独 而外在掩饰 面具 要掩饰 白天暗淡 夜晚不休 我们就看到 摩西的变化 摩西牧养 他岳父的羊群 一日领羊群 往野外去 到了神的山 羊跑了 他就 他就跟着羊跑 跑到一个山 那个山 就是和列山 摩西 摩西对神说 我是什么人 能去见法老 将以色列人 从埃及领出来呢 这个前面呢 十一节的前面呢 我漏了一些没有讲 不是 没有把它印出来 因为太长了 就是摩西追追追追 追到山上的时候 然后看到一个异象 就是那个羊羊啊 那个羊羊着火了 因为羊羊是很不经烧的 如果着火到一下就烧掉了 就没有了 可是那羊羊就一直烧怎么样 那个羊羊没有被烧掉 所以他看到他吓了一跳 然后这火里面有声音 跟他讲话 就是上帝借着这个异象 跟他说话 要他到埃及去 去领以色列同胞出埃及 这就是出埃及记的由来 所以摩西这个时候 什么反应呢 我是什么人呢 I'm just a nobody 我在这边牧羊牧了什么 四十年 我现在只会牧羊 我四十年 所以我现在几乎什么都不会了 我怎么能去见法老呢 我见法老有什么用呢 我怎么有这个能耐呢 摩西对上主说 主啊 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 看到没有 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现在变什么呀 我是个不太会讲话的人 因为四十年没有讲话 大概就跟太太啊 孩子啊 说一些家里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话 那些雄才大略的东西 从来没有碰了 我不是会讲话的人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 也是这样 就是你现在对我说话 你现在开始跟我说 我还是这样 我也是不会说话的 我本是左口笨蛇的 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现在突然变成左口笨蛇 那么摩西在这个时候 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小人物 不能再小不能再小小人物 你知道英文有个字叫大亨 大亨叫什么 大亨的相反叫什么 small potato 有没有 我只是个小马铃薯 变成这么小 所以摩西在上帝面前很诚实 我就是这样子 当然上帝后来还是呼召了他 上帝给了他信心 上帝当场让他做一些事情 让他知道 现在才你去的是我 我叫你去 而且你口才如果不好的话 还有你哥哥的亚伦可以帮助你 后来摩西被上帝更新 被上帝恢复 真的就去到埃及去了 那么后面呢 出埃及记就是他非常精彩的人生 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这样了不起的一个大人物 摩西也有曾经怎么样 非常卑微 非常懦弱的时候 当上帝呼召他 他也非常冷漠的时候 上帝我不行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那么可是摩西可以被上帝更新 可以被上帝复兴 然后被上帝大大的使用 好我们看看这个小人物 这个小人物他有没有什么价值呢 依然可以寻找自我价值 丑的人 请注意未必温柔 我很丑可是我怎么样 我有一点温柔 我很丑可是我怎么样 很温柔啊 各位这个不容易啊 当然他是不是真的这么温柔 我们不谈 我们只是根据他的歌词这样说 各位今天很温柔的人多不多啊 多不多啊 有点温柔就已经了不起了 对不对 所以这虽然是个小人物 他有他的至尊 他也可以找到他的长处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丑的人未必温柔的 温柔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功课 所以我们说这个性格里面有高贵的地方 承认自己很丑是什么 谦虚 温柔谦虚是当今非常难得的品格 非常非常难得的品格 然后我们后面讲 从不退缩 代表他怎么样 他坚定 我的人生还是有目标 我很坚定的 我还是忍耐的 所以我不退缩 所以不退缩 所以不退缩并不是简单的不退缩而已 不退缩 代表坚定和忍耐 各位 温柔谦虚 真的是我刚刚讲非常难得的品格 如果这个丑的人 如果他真的能温柔的话 其实表示他的人生还是很公平的 我这样讲 丑的人又不温柔 那他真的结局就不太好 可是丑的人 如果他真的温柔 其实上帝很爱他的 我要这样说 我要这样说 所以呢 我们看 温柔是什么 温柔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lithal weapon 那个东西把它拿走什么东西啊 把它拿得远远的 有人用这个英文讲的lithal weapon lithal weapon致命的武器 你发觉 你真正对对付一个蛮不讲理 或者对付一个暴躁的人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中国人有叫做柔能什么呀 柯刚 可是今天太多时候 大家不晓得这个东西 不晓得这个东西 我曾经啊 辅导过 许多这个夫妻的婚姻 我就发觉 几乎两个都是 都是很刚用 很刚用的 几乎都是很强的 那么 只要有一个是温柔一点的 都不至于闹到那个底部 只要有一个是温柔的 那个就是发完脾气的时候 他自己会怎么样 会去道歉 自己会觉得不好意思 本来是他也理亏的 可是他 暴躁完了以后 你也暴躁 他觉得扯平了 他也不会跟你道歉 你知道吗 所以lithal weapon 致命的武器是温柔 柔能克刚 各位 今天要我们讲到温柔 耶稣讲这个温柔是讲给谁听的 专门讲给女人听的吗 不是 他讲给男人听的 因为当时围在他那边是他的门徒 有没有 当然也有女的 可是我们现在呢 连女人都不喜欢温柔这两个字 现在你要称赞哪一个人温柔 好像意思他就是无能的样子 他觉得一听的又很生气 你没有看到我另外一面我告诉你 他说不喜欢 可是圣经讲的温柔是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基督徒 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真理的依据 让这所谓谦虚温柔 从不退缩 像这些坚定忍耐 我们可以找到更纯粹的圣经的真理 也更实用的真理 好 我们看下一页 我们看圣经怎么记载 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讲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 虚心的人有福了 用从英文本的圣经翻出 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 谁会认为自己心灵贫穷啊 承认自己心灵贫穷的人 他就有福了 他承认自己心灵贫穷 他就可以从上帝那边得到上帝丰富的供应 今天许多人不接受福音的缘故 因为他觉得不需要 他没有贫穷 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 谦虚的人有福了 天国是他们的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这也是登山保训 刚才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讲 为什么说承受地土呢 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话讲 就是一个温柔的人 他到任何地方去 他都会有他安身立命的所在 不是说你今天一下子变温柔了 然后上帝就突然送你一块土地 在Turak 又非常好 不是不是这意思 一个真正温柔的人 那么你会发觉 他到任何地方他都有土地 就是他都有可以安身立命的所在 他到任何地方他都能生存 这是温柔 耶稣基督自己讲过这句话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我心里一杯 来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父我的儿 学我的样子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耶稣讲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劳苦啊 担着重担的人 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讲完这句话之后 耶稣跟着又讲了这句话 大家只看上位那句话 劳苦担重担的人 到主耶稣那里去 主使你们得安息 可是后面这句话更重要 这是在同一篇演讲里面啊 不是隔了很久才讲的啊 同一篇演讲里面 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父我的儿 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重担 父和都会有儿 那么 可是在你的生活的担子里面 耶稣说你来学我 我想耶稣的担子 比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人的担子 都要重 都要成 可是耶稣他柔和谦卑的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他如果 耶稣说如果你们这样学习我 学我的样子的话 你们就必得享安息 耶稣是享受安息的 那么 所以如果我们要享受安息的话 耶稣让我们学到 心里柔和谦卑 柔和谦卑不容易学对不对 不容易学 所以呢你信了主以后 主耶稣基督帮你学 怎么帮你学呢 就让你的生活里面 去磨 去磨 什么地方最好磨知道吗 什么地方最好学知道吗 在家庭里面 很奇妙 上帝把一个做事非常明快的 跟一个反应特别慢的人 两个放在一起 上帝把一个非常爱干净的 跟那个三个月不洗澡的 把它放在一起 上帝把一个 这个时间很精明的人 跟一个老师爱迟到的人 两个放在一起 然后这样磨磨磨磨 磨到以后有一边终于有点耐心 有一边终于比较温柔 所以基督徒 我们不大赞成 我们不是说不大赞成 基本上我们不赞成 如果人离婚是用什么 我们俩性格不合 本来就是性格不合 正因为性格不合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功课的地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觉得我跟我师母两个 是一样性格的吗 一样 你们都都 久了你们都了解了 所以呢性格不合 正是你生命学习功课的地方 温柔 谦虚 就是在你生活里面磨出来的 各位啊 这首歌 我很丑 可是我很温柔 今天弟兄姐妹 不管你认为你丑不丑 温柔谦虚 都是该学习的功课 我们 圣经教导我们这样的真理 是更实用的 very practical 绝对不是表面的那些东西 好我们再看后面 从不退缩 代表坚定和忍耐 我们看圣经里面讲的坚定多么的重要 哥林多后书二章八节 所以我劝你们 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 什么意思 如果有的人他跌倒了 有的人如果犯了错了 可是我们不能放弃他 我们要继续的关怀他 继续爱他 而这个关怀跟爱要用什么 坚定不移的爱心 各位坚定不移的爱心 容易吗不容易 可是也很容易 为什么也很容易 你发觉每一个家庭里 对他家那个孩子 那个孩子是很可恶的 要是别人的话 早就不能容忍了 可是他可以容忍 他的爱不变了 坚定不移的爱一直在爱下去 我常常跟那个做丈夫的讲 跟做妻子的讲说 你要是对你丈夫的那种 能够像你对儿子一样那种坚定不移的爱 然后用在你丈夫身上 你们今天不会闹成这个样子 很多人那个坚定不移 对自己的儿女可以 可是对另外的就不太行 对父母可能就差一点 坚定不移的爱心 所以那个永不退缩 我的孩子 或者我所爱的这一个人 他出了什么状况 我要帮助他 他帮不了 可是我不退缩 我顶多暂时 让他安静一下 可是一有机会 我要继续去关心他 继续去帮助他 他不接受了 那我再安静一下 我绝对不会 从此怎么样 不理了 不会 从不退缩 是这个意思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人生里面 有许多值得我们做的事情 许多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不要退缩了 有很多时候 你心灰一冷就退缩掉了 可是感谢上帝 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 信心坚定 依靠上帝 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 信心坚定 依靠上帝 他的心坚定 他为什么能够坚定 因为依靠上帝 依靠耶尔华 我告诉各位 我为我的父母亲祷告 尤其为我父亲祷告 祷告几十年 我真不敢相信 我就是持续祷告 持续祷告 一直祷告 我太太知道我一直祷告 现在我开始为我岳母祷告 我每天跟我太太睡觉之前 我就特别为我岳母祷告 坚定 我们祷告我们的 剩下的事是上帝做的事情 他要不要做 由他的旨意来决定 我不晓得 可是我能做的 我现在来做 坚定依靠上帝 好 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 耶稣讲的十章二十二节 这么讲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 我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为什么讲这句话呢 因为耶稣讲 他说在末世的时候 跟从耶稣基督人 有时候会被人讨厌 被人恨恶被人讨厌 因为你要坚持真理 你要走正确的路 有时候会被人恨恶被人讨厌 可是呢 你要怎么样 忍耐到底 所以从不退说代表坚定跟忍耐 我们忍耐到底 我们最后就得救 然后在提摩泰前书 这个保罗 告诉年轻的传道人提摩泰 说 你这属上帝的人要追求 追求什么东西呢 我们大家一起念 预备 来 公益 敬虔 信心 爱心 忍耐 温柔 今天我们太多的时候 我们做父母的做长辈的 告诉我们的孩子 你要追求什么呢 学问 对不对 追求商机 对不对 追求一个 漂亮的这个对象 让你爸妈妈出去的时候 有点面 有没有 我们要追求的这些东西 我不是说这些东西 就完全没有价值 我们应该要追求一点 学问和知识 我们应该要追求 有好的机会 工作 这个都没有 可是我们的人生 不是只追求这个 更重要的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追求公益 敬虔 信心 爱心 忍耐 温柔 这忍耐 温柔 就是刚才这首歌里面讲的 从不退说是代表忍耐 温柔是歌词里面直接所表达的意思 那么你说我要追求 可是我常常追求到一半就没有了 对 人靠自己追求是很难的 人靠自己那个老我追求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另外一个办法 不是要靠自己 我们看下一段圣经 一起读好吗 預備 来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所以呢 很多时候我们就 哎呀 这个实在太难了 我做不了 这边告诉你一个秘诀 这个秘诀是什么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我跟各位讲 我其实是一个 非常不耐烦的人 我从小到大 我知道 我有这个DNA的遗传 非常不耐烦 非常不耐烦 可是后来 我在信了主以后 上帝让我慢慢学习 这个耐烦的功课 忍耐的功课 尤其有了孩子以后 更加学习 怎么样耐烦 有一次我跟我的孩子聊天 我就跟他讲 我说 爸爸做在你身上的这些事情 你有时候不喜欢 你有时候不爱 可是我还是要继续这样做 我说我做在你身上的事情 假如不是做在你身上 做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我早就当选中华民国好人好事代表 不知道做多少次了 真的 早就做了很多次 可是为什么要继续这样做 因为他是我的孩子 他是我的孩子 除了上帝造人的本能之外 我也学习从上帝那边 支取力量 让我有更多的耐心 让我有更多的爱心 去来对待他 就像我刚才讲的 他如果不耐烦了 就算了 那我就暂时停一下 可是不代表我放弃 隔一段时间我又要再去找他 我跟我的师母两个差别 是我师母不管 他是不管时机 他一天到晚找 找到以后 儿子一趟很关机 那我就分辨一下 这段时间暂时不要找他 可是不代表我放弃 我隔一段时间我再会找他 所以呢 这个事呢 这个就是在 在生活里面 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 我们去学习去做 所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所以敞开你的心灵 让上帝帮助你 因为温柔谦虚坚定忍耐 没有一向是容易的 当你在上帝的爱里面 在上帝的大能里面 慢慢的建立起这些品德的时候 你的自信就建立起来了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自信 我们没有自信 是因为我们思想的结果 真的是乏善可乘 感谢上帝 自信就在上帝的大能 和上帝的爱里面 慢慢建立自信 所以我们基督徒讲的自信 不是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那个不是自信 基督徒所讲的自信 是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 承认自己很多地方不行 可是我们因为有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爱托住 所以可以使我们建立一些 好的一些元素 好的一些品德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因为这样的缘故 因为上帝的缘故 产生一些自信 所以呢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只有一种不行 除非你不想靠他 我做 我信主这么多年 尤其在你以前做传道的人 我真的发现有人 他就是不想依靠上帝 我们告诉他圣经的原则是这样 你这样做 你试试看 有的人连事都不愿意试 就是要照自己的办法 上帝不会强迫你去依靠他 上帝不断的给你机会 让你依靠他 上帝给你这个机会 你要不要依靠他 上帝又给你那个机会 你要不要依靠他 可是有的人 只要是上帝的机会 他通通都不要 他要选择他自己 这条路 我曾经辅导过 一个信赖的移民 他也不是移民 他想尽办法 他要拿到身份 那拿到身份 拿身份并没有什么不可以 可是我们觉得 最不应该的方法 他都要试 那么我们告诉他 你这样将来会吃苦头的 你跟他讲了 而且如果你信上帝的话 是不应该走这条路的 可是他不听 就后来吃很多很多的苦头 他吃到苦头的时候 他又想起上帝 他想起上帝 他说什么 上帝不爱我 他说上帝不爱你 你如果根本就不走上帝的路 你今天走的这条路 叫做自找苦吃 怎么能赖到上帝身上呢 他偏偏要选择自己要走的路 不依靠上帝 然后自己走错了以后 然后吃苦头了 又说上帝不爱他 各位你碰到过这样的人没有啊 我是碰到过他 我碰到还不止一个 如果你自己 非要选择自己路 自己不肯依靠上帝 你将来吃苦头 吃大苦头 你不能给埋怨上帝 不能怪上帝 上帝给你这么多的机会去依靠他 你就是不要依靠他 你就是要靠自己 靠自己那些小聪明 靠自己那些收主意 靠自己那些鬼点子 那将来吃苦头 那是绝对的 所以呢 我们刚刚讲 这首歌里面讲的那些优良的品德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话 我们都可以得着 或者我们都可以在 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 我们都可以一样一样的去学习 一样一样的让这些品德 在我们里面生根建造 好 最后他讲善于等候 各位我们看看这个善于等候 这善于等候 就是耐心等候美好的时机 什么叫善于等候 就是他非常会等候 在这种情况下 他能够等候 在那种情况下 他也能够等候 非常善于等候 这个善于等候是不容易的 我最不善于做什么 有的人说我最不善于等人 我最不善于理财 我最不善于等候 可是这个人说他善于等候 这个歌的作者 到底有没有真的善于等候 我不知道 不过这个善于等候 这四个字是不容易的 是不容易的 所以等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等候 基督徒等候 有两大目标 一个是等候今世 我们活在今生 的一些美好的事物 我们等候 还有是怎么样 是来生 来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那是终极的等候 那我们今生的这些美好的事情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原则 第一个一起念好吗 四篇三篇七篇第七节 预备来 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 耐性等候他 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 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 各位啊 你看到没有 耐性等候上帝 等候上帝 上帝他的公义会呈现 上帝的公义会主宰的 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道路很通达 他的道路为什么通通达 为什么我的道路怎么不通达 为什么他的这个计谋 而且是恶魔会成就 我这老老实实的 就要耽误这么久 就要吃这么多亏 为什么 你不要先问那么多为什么 上帝要你在这件事情上 耐性等候 中国人有一句话 很有意思 不是不报什么 时候未到 所以耐性等候 是上帝指明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品德 非常非常重要的品德 第二 我们看这个第三人世界 你当一备 来 你当等候耶和华 遵守他的道 他就抬举你 使你承受地土 恶人被剪除的时候 你必看见 你必然看得见 你不要心怀不平 你必然看得见 各位 你这一生 有没有受过人欺负啊 而且那个欺负你的人 还欺负得很惨 很严重 有没有 有这种情况下 感谢上帝 你就等候 等候 你不是等候 你不是等候上帝剪除他 不是啊 如果你要等候他悔改 如果他不悔改 上帝才剪除他 知道吗 他悔改了以后 还可以做你的朋友 他悔改了以后 还是你很好的家人 或者亲人 知道吗 那么 如果他不悔改 那么 有一天他会受到 上帝的重大的管教 这句话特别讲得好 你等候耶和华 遵守他的道 他就抬举你 各位 中国人有句话不好听 叫做不是抬举 有没有 可是这边讲抬举 我们不是被人抬举 人抬举 没有什么了不起 人今天可以抬举 人民那边可以怎么摔下你 尤其现在网络的力量 要捧人的时候把人捧成神 要扁他的时候 扁成什么样 扁成那些 连促神都不如 台湾有一个市长 台北市长柯文哲 哇 那时候人家叫他柯神 现在民调掉了一个地步 讲讲 讲几句话就要哭 这不是人抬举 人抬举你没有用 上帝抬举 当上帝抬举 是真的抬举 当上帝抬举你的时候 你都不会在乎 人怎么看 可是这个功课是叫什么 等候 上帝等候 上帝抬举你 不是一下就抬举你 我专心等候上帝 很多人在等候的过程里面 有点这个心灰意冷不相等的 在等候另外一个管道 那个管道 其实是怎么样 其实是不好的管道 其实是不好的管道 有的人敬拜上帝 敬拜了半天 发觉生意没有起色 最近呢 在这个Springvale那边 新盖了一个财神庙 我到那边去去等候等候 那个财神好了 我告诉各位 圣经告诉我们 专等候上帝 为什么圣经要讲这句话 因为 在旧约时代 以色列人 知道他们所拜的是独一真神 可是他们 还是会拜许多 迦南当地的什么偶像 他们并不是专心敬拜上帝 专心等候上帝 所以 等候这边 告诉我们 是默默等候 等候告诉我们 等候 告诉我们说 等候遵守他的道 他就抬举我们 还这边讲到 专心等候 然后最后这一节圣经 最后这一节圣经 这节圣经 是我们今天 请姐妹来读经的这节经 大家一起读 来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这很多基督徒都熟悉这个圣经 就说 只要你等候 你等候 等候到有一个时间 上帝会让你重新得力 你等候的时候 难免是怎么样 难免是觉得 没有力气 你等候的时候 难免是觉得 有点疲乏 可是 时候到了 当那个时机来了 你等候的时间满了之后 上帝让你重新得力 这个重新得力 他的形容词 不是说重新得力 你可以再跑三千公里 不是 重新得力 他想像英展翅上层 你看他英展翅上层 英展翅上层 是非常漂亮 很多人给自己取一些名字 飞鹰 像美国的这个国徽里面 他的动物代表是什么 就是那个鹰 非常漂亮 纽西兰的国鸟 这个 黑窟窿窿的这个 叫Keeway鸟 有没有 我有纽西兰护照 我说纽西兰来 选过国鸟 选过这个 黑曲曲的 而且不会行动 白天也不能见阳光 然后 如鹰展翅上层 如鹰展翅上层 感谢上层 然后奔跑不困倦 行走不疲乏 为什么 当鹰展翅上层的时候 你看那个鹰的熊枝 你不会发觉 鹰是什么 困倦或是疲乏的 所以等候 等候一段时间 你就怎么样 再一次怎么样 起来了 感谢上帝 这个等候 多么的美妙 我在这边跟各位讲两个故事 跟各位讲两个故事 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我所认识的人 大概在七八年前 我在另一个教会幕会的时候 有一位姐妹 她跑来找我 跟我谈 她说她现在遇到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她交了一个男朋友 是澳洲人 那么 澳洲说英语 那么她说 我们交往了好几年 她跟我的关系很亲密 都不错 可就是不跟我结婚 我说那不可以 你是基督徒 可是我们都彼此相爱 彼此关怀 可是这个不 这个不代表 你们可以不结婚在一起 所以她在上立面前 她下决心 她下决心 她就跟那个男的谈 谈完以后那男的无动于衷 无动于衷 意思是说你要 我还是像现在一样这样对待你 要谈结婚 免谈 那么然后 她真的她后来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她放弃 她就放弃这个事情 她就开始 她说万不是我现在没有男朋友了 我说你等候 她真的就等候 那个时候我们一有禁食祷告回 她一直来禁食 她不光禁那一餐 她从早上就开始禁天 一直禁食 她其实平常周间还找时间禁食 一直禁食 一直等候 等候 可是她在祷告里面她有一点错误 她等候上帝怎么样 要把那个人改变 那个人从来不做礼拜 根本也不接触福音 那怎么改变法 改变完了还是原来的老我 对不对 可能因为其他的条件 所以她一直还有这个想法 然后有一次台湾来了一个牧师 开这个培林布道会 太后去了 然后那个牧师说上回之后 她愿意为人祷告 然后这位姐妹也讲了一遍 在等候上帝把那个人的心改变 把他的实心换一颗肉心 然后这个牧师因为以前 也是一个江湖浪子 出来了 她说她说我非常了解 男人是怎么回事 她说你这种事情 十个女的 有九个都被骗 另外一个是傻瓜 被骗了还不知道 她就说 我现在就告诉你 来下一个 她气得要命她跑来找我 问牧师这个牧师怎么这样子 我心想说她其实讲得没错 只是你不相信我有什么办法 但我就安慰她 我说你继续等候 结果这件事情完了之后 大概就两三个月 从她跟那个人宣布不来往以后 大概有差不多六七个月的时候 她跟我讲那个话说 大概六个多月的时候 她就告诉我说 不然牧师我最近 认识一个男朋友 认识一个男士 她要跟我约会 可不可以 我说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啊 可以约会 然后可是她就 态度就非常谨慎 她是帮人家办这个 办这个 计算这个报税 那个人 就跟她 跟她调 她的服务也很好 那个人就说 Are you single? 就是你是不是单身 Yes I am 她说Can I date you? 我能不能跟你约会啊 她说 Of course But I have to tell you 她说我必须告诉你 我现在有个妈 跟我住在一起 我还有个儿子十二岁 她说没关系啊 我只跟你约会啊 所以她就跟她约会 约了一两次她就把她带到 我就请她带到教会 带到教会来以后 然后在我 我那时候我们的幕会 我们的教会有两堂聚会 上一堂是英文的 英翻中 下一堂纯粹是中文的 所以我就请她参加第一堂的聚会 有时候我们是英翻中 或者中翻音 她可以听得懂 结果后来 又过了半年 这位洋人弟兄 就在我们的教会受洗了 是我替她施洗的 所以我这辈子唯一替一个洋人施洗 就是这个弟兄 感谢主 他们结婚到现在四五年了 感情也非常好 而这个姐妹结婚的时候 几岁 42岁 而42岁 现在已经46岁了 没有小孩 想要做这个 做这个 做这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 司管 可是因为这个年纪 这个澳洲不准做 不能说算了 这个男的并没有说 你没有孩子 就怎么怎么 就要跟他分开 没有 所以感谢上帝 他就是安静等候 选择走主的道路 他知道很难 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他就等候在主面前 另外一個例子 我上次回台灣的時候 我可能有跟各位講過 有的人可能沒聽過 我年輕的時候 大概二十幾歲的時候 在我台灣的那個板橋那個地方 我們的教會 有一位姐妹跟我差不多同年齡的 那個時候我知道 她的家庭比較大 家境也比較困難 所以她那個時候就在外面 幫人打工 然後幾十年沒有見她 我也知道她一直都沒有對象 然後在她 在她這個六十歲的時候 她跟我同年 今年也是六十七歲 在她六十歲的時候 有一個男的 也是組內一個弟兄 那個弟兄要追求她 那個弟兄小她十歲五十歲 五十歲追六十歲 那她不敢接受 她不敢接受 而且這個 這男的這個家長也不願意 我的兒子拖到五十歲 已經很糟糕了 還在娶個六十歲老太太 不行 怎麼樣都不肯 不肯那她 她就等候 她就等候 我告訴你 現在 現在有些人 他就不是這樣幹的 知道嗎 他就不是這樣幹的 我們不是成年而已啊 你都五十 我都六十 你還可以聽你爸媽媽的 用盡一些辦法 我們先造成事實 看他們認不認賬 可是因為他們兩個都是基督徒 知道嗎 兩個都是基督徒 他不這樣做 兩個都是基督徒 他們不這樣做 他們就等候 等候後來過了幾年 大概到了去年 然後南方的父母都很高壽了 因為這個男孩是家裡的老妖 所以家裡還有哥哥姐姐 所以父母後來都過世了 過世之後 然後大概前年 然後這男的再跟這個女的求婚 這女的終於同意了 所以這女的跟他結婚的時候是六十五歲 各位 這男的五十五歲 而且感情非常好 我上次回去的時候 他們聽說我回去了 因為老朋友嘛 請我吃飯 哎呀我說 你們雖然已經結婚兩年了 可是這個紅包我非送不可 我非 這個紅包我非送不可 當然我送的也沒有太多了 人民幣一千塊錢 那還是這樣子 我非送我一定要送 因為我太高興了 太好的榜樣了 真的 如果別人告訴我 某某人結婚了 我都不相信 你給我開玩 你搞錯了 可是我跟他一起吃飯 一起聊了 也聽說他們的這個過程 各位 那重新 那個 那個 那個等候耶和華的必 重新得利 所以我看到這個姐妹 這個眼光各方面 生命啊 狀況都非常好 當然年紀大了一點 身體不像以前那樣子 這是難免的 奔跑卻不困倦 行走卻不疲乏 而這位姐妹 也是逢人就向人傳福音 我很感謝上帝為他的安排 因為這個弟兄比他小多 小十歲 身體比他好很多 他即使將來更老了 他還可以照顧他 而這個弟兄追他追了這麼多年 一直沒有放棄 各位 我知道這位姐妹是一直非常敬前愛主 他專門 他走主的道路 他不改變 這是我認識的這個人 所以呢 耐心等候 美好時期 他才是真正我所認識的一個 非常善於等候的人 好 最後我們看 基督徒所講的美好 一個是今生的美好 我們現在在講的一個 還有一個美好是什麼 終極的美好 就是 終極就是那個 最究 最到底的 那個最終點的那個美好是什麼 就是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 我們一起讀這兩節聖經預備 來 不要叫上帝的聖靈擔憂 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 等候得俗的日子來的 今天 我們的這個身體 都在一天一天的衰敗 世上沒有永遠美好的事情 所以 我們最後對基督徒來就是 我們被救贖 救贖的時候 那個才是最美好的時候 才是一切完美的時候 我們都在等候那個日子 第二節說 我們是天上的國民 一起讀預備 來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 並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 所以這兩個等候 是我們基督徒 終極的等候 當耶穌基督再來了的時候 那個時候 是一切所有事上 所有麻煩災難結束的時候 感謝上帝 耶穌基督在世的時候 為我們的罪定在十字架上 然後又因為我們的緣故 三天之後復活 祂是我們的舊主 祂告訴我們在世上 就是安心等候祂 當祂有一天再來的時候 我們要與祂一同在那新天新地裡面 那是最終極的美好 也是我們現在基督徒 在世等候 這是我們 為什麼每個月 我們會有一次聖餐 我們在用聖餐的時候 就再一次提醒我們說 主耶穌基督還要再來 感謝上帝 好 最後我們看一點結論 在講究高顏值需求的今天 大多數基督徒也不過相貌一般而已 但我們身為天父所珍愛的兒女 卻可擁有真正的溫柔勇敢 與堅持的品格 耐心等候上帝所賜美好機會的到來 我們一同起立唱首次